小白老师,去年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,然后是单位的一个实习生,你们结婚几年了?结婚有五年了,有没有孩子呢?有孩子,但是他出轨了嘛,然后我就跟他大闹了一场,他当时态度也挺好的,然后也道歉了,也说要跟那个女的断了,然后之后有段时间了,他还带我跟孩子去路由啊,去三亚,去那些网络餐厅打卡。 你跟他吵了多久,他就说断了?一个月吧,大概,吵了一个月,他就说他断了?就没有,但是跟他吵了也就几天,然后他就说,就吵完架,吵了两三天?对,然后跟他闹嘛,就是,然后还带你们出去玩了?对,玩了多久,就是玩啊,还要对你们好?大概有,也就一个多月吧,他这一个月表现得特别好?对,然后他,他,而且他还就是给我钱,然后给我陪孩子,他给我买包啊什么的, 带我们去吃那种亲子餐厅什么的。就这一个月期间,又给你花钱买包,又给你钱,然后又带你去旅游,还带你去网红餐厅?对,是表现挺好的哦?嗯,然后,我觉得,就是也没有太,太那个什么嘛,就是,然后就那个,就原谅了,然后,但是,没多久,就今年,今年,大概三四月份这个时候,然后我就发现他,又跟那个女的,又断断断断的,又聊上了,嗯,然后我就特别生气,然后我就又跟他吵了一架,就问他,我说, 你什么时候,你不是跟那个女的断了吗?嗯,然后他就说,他说,让我给他一点时间,然后,那我,而且他,他,他,他就是,反正,我,我感觉,我就不相信他了嘛,然后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该信不信,信不信他这话。 这次好了以后,你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,他们的聊天记录,或什么吗? 有看到,聊了露骨吗? 反正就是那个女的会问他,然后他也会关心他那种,嗯,就,反正, 所以现在是怎么,还想跟他继续在一起吗? 嗯,对啊,那有孩子, 就是还想继续在一起,但是不知道该不相信他了? 是,你根本就不相信他,你干嘛来问我呢? 那,那我该怎么办?我日子还得过呀? 我先说一下,如果你不相信他,你没有办法好好过日子, 咱们先把这个理顺了,嗯,当我们不相信人的时候, 我们一定没有办法跟他好好过日子,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让你随时的怀疑他, 我先说一下,你为什么不相信他? 首先第一件事情,他做的最错的地方是自己亲手打破了自己的承诺, 当时他是告诉跟你说,我再也不跟这个女的联系了,对吧? 现在也是他主动跟那个女人联系的,我不管是那个女人主动找他, 还是他主动找那个女人,至少他们现在联系了, 所以他自己打破了自己的承诺,就是我们俗话说的, 自己说话不算话,嗯,嗯, 第二个,他承诺你说不再跟那个女人联系过后, 他做了一件非常迷惑你的事情, 就是你好,给你花钱,带你去网红餐厅, 然后你带你们全家去旅游, 但是他的好时间并不长, 我们叫短时间内集中火力攻下了你,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挺好了, 对我买好了,我应该完全相信他了, 结果你没发现这次他又跟别人在一起了, 所以你才会特别担心, 那未来他是不是会对我不好, 是不是他这次承诺答应我好, 未来他还会继续再犯, 嗯,所以现在明白吗, 嗯,你根本不相信他, 无论他再说什么, 你都不相信他, 你不能再听他口头上说的任何的话, 因为口头承诺在你这儿, 嗯,我说一句很俗的话, 就叫放屁, 那你现在应该要一些实质性的, 他对于你们婚姻的承诺的契约条款了, 只有有一些契约条款, 并且持续性的看他做到, 你才能心里边的那种疑惑焦虑, 或者不安才会慢慢打消掉, 我觉得你要给他实质性的一些条款, 至少有两个东西, 第一个东西你们至少得约定一下财产, 比如说未来如果他再犯, 再跟别人联系, 那好, 他应该怎么去跟你分家产, 比如说多少是属于你们的, 就是叫他的违约金, 类似于违约金一样的, 我们要谈得这么详细, 必须要谈得很详细, 包括你们家, 比如说你们家现在有十块钱, 几块钱分给你, 几块钱分给他, 一定是一个详细的, 我们叫婚内财产约定, 这个事情你必须得做到, 你想想是不是你拿到钱以后, 你会踏实的, 至少如果以后再犯的话, 至少对你来讲是有惩罚的, 而且对男性来讲也是一样, 当他有惩罚的时候, 他就会为了这些利益的问题, 而自己会考虑我要不要, 我要一旦做错了, 我的钱真的是真金白银就没了, 所以这是第一个, 你要明码确定, 第二件事情, 你刚刚说, 他说让你给他点时间, 他会处理好这件事情, 告诉给他, 时间只有现在立刻, 而没有有一点时间, 多少时间算有一点时间, 一个月, 两个月, 其实你心里打鼓在于, 这点时间你还会做什么, 你是会在持续性地做破坏我们感情的事情, 还是再一次, 还要跟他再死会复燃, 你完全不清楚, 所以必须要他立刻斩断, 跟那个女人所有联系, 这两件事情加持以后, 还有一件事情你需要做到, 不要只看一个月, 对于你们的关系来讲, 至少要有一年的恢复期, 也就是他能够持续做到一年, 我们叫他才会有一个行为印记, 他行为才能真正改变, 一个月影响你, 自己是不是做一个月, 让你坚持一个月早起, 你都能做得到, 但让你坚持一年早起, 那你可真能成为习惯, 所以记好了, 至少持续一年以上, 坚持做到对你们好, 而这些所有的给你花的钱, 你可以说不用, 因为那是你们家里边的钱, 都是你们的共同财产, 所以记好了, 他当初那一个月花的是家里边共同财产, 去为了讨好你, 现在家里边所有的共同财产, 应该由你来规定, 怎么去发销, 怎么去租赁, 所以记好了三件事情, 第一个财产约定, 第二个事情是让他立刻斩断关系, 第三件事情持续做到一年以上, 你才会打消对他的怀疑和猜测, 就让他好好对我一直持续一年是吗, 必须, 等会儿啊, 不是持续对你好一年, 而是这一年做到, 你才可以相信他, 未来你们的生活才能过得好, 明白了,